大家好,我找了一隻錶迷手錶系列 這隻真是真厲害 精工的Laurel Laurel是百多年前的一百十週年 復刻版 以前那隻Laurel是這樣的 精工社在陀錶和手錶年代的中間 出了Laurel之後 其實已經集中做手錶 陀錶就一直減少了 有什麼特色呢?就是紅12 這隻是躺前面 跟之前原組那隻有些不同 這隻就是6R27 所以你見到6.9點對出的位置 有一個動力儲存的顯示 整體上都很漂亮 它的Ripple是特別多的 你見到別人的Enemo 它的Enemo有很多咒接位 特別有一種效果 神韻我覺得已經是九成幾次了 加上一條這麼正的皮帶 以前那隻當然是用一個死耳的 像Panerai 以前的Radio Mere 當然現在就不會這麼做 它現在都是疏死的 但它的位置可以有一點活動的空間 所以亦都是配一條類似NATO式的皮帶 中間的做法是很複雜的 因為它是要帶子穿過圈才可以扣到錶 物體設計 尺寸有少少不同的 以前那隻是34 小很多的 現在這隻就配合現代感 但如果你說對比現在的Pisaju 也是小的 這隻就是37.5 因為它整個錶殼都是有少少圓圓的水泡形 所以你又覺得它不像37.5 一拿上手我覺得是35-36附近 但on paper 它是有37.5 走一個小秒針 很漂亮 整個盤 這隻錶限量是2500隻 所以產量又不算是很多 當然2500隻你都可以說不是算很少 差不多 有些到達到四五千隻都有 有些少到幾百隻 剛剛去到中間 如果2500隻又不多不少 但勝在 不只是限量版 我想都是有少少特色的 第一有少少伏刻 有少少 陀錶 懷錶 又是一個ENAMO DIAL 又是紅12 所以 初初出的時候 也是排隊 其實是今年款 即是2023年 180周年就是1913年 試試兩隻拍賣 波爾 波爾比較貴一點 是18,980元的工價 兩隻性格非常相似 有一個小秒針 法郎面 亦都是有這樣的法郎面 之餘 就做了這個黑色的 很清晰的阿拉伯素木子